今年台北山茶花展昨天开展 由于今天是好天气 所以有不少民众西家带卷上扬名山来赏花 一万多株的山茶花璀璨绽放 预估十天的展期可以吸引四万名游客 阳光照射下 朵朵的山茶花显得格外耀眼 参观民众都忍不住拿起相机捕捉最美的画面 山茶花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 粉红色 它的树叶比较大半 然后这个花也从来没看过 台北市山茶花展今年以绝妙好茶为主题 远区内有一万多株 原株原地种植六十年以上的山茶花和茶梅 特别的是山茶花的变化非常的大 花朵大小不一 就连花瓣和色泽也都不太一样 有些外形类似牡丹或是玫瑰花 而展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株白花越南爆金茶 含苞带放的模样看起来就像是颗白煮蛋 白色的那个越南爆金茶 它的花瓣是白色 那花心是黄色 那很像剥开的水煮蛋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看到觉得蛮可爱的 另外罕见的煎花茶也出现在展场中 由于山茶花大多是白色或粉红色 黄色相当稀少 加上种植困难 所以有山茶花界的大熊猫之称 除了各式各样的山茶花外 现场还有茶花隧道和茶花林迷宫 从这个月十号起一直展出到十九号 十天的展期预计可吸引四万人 记者陈小青 谢奇文 台北报道 更新下定文章 中文章 中文 诺之词 中文 诺之词